今个月16日回回地球的晨州13号载人飞船 今天在北京完成开仓 工作人员在仓里面逐一拿出搭载的物品 包括73公斤实验器材、农作物种子 航天员在轨道拍摄的8K高清 影像的记忆卡、香港青少年绘画作品等等 这些物品由公正人员核实登记之后 会转交去各国单位 来香港支援的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说 亚博馆的年长新冠患者经中医治疗之后 症状换解得很快 又认为中医在香港制度上要拆墙松绑 提高中医的参与度 支援抗疫的中医团来港一个多月 在亚博馆协助医疗新冠患者 有份领军的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说 近九成年长患者较多出现三种病症 包括喉咙痛、食欲不振和便秘等 有些病人副了十晚 十晚副到睡不睡就会加 死一两枝中药 他们缓加了百分之七八十 病人所以病人都很舒服 觉得哎呀 我吃了这种药我可以睡觉了 而且那些痰化得很好 很多病人气喘那些病人 吃完三枝、四枝、五枝 从月来起不到床的 就是躺在那里 在床吃也都喘的 都可以下来坐 到外面逛逛 中医团底港之后 张忠德说 亚博管用中药的范围大幅提升 减少超过七成禁忌使用 也有管内的本地中医师说 之前只是可以视像回诊 现时可以直接接触确诊者 诊症、用药会中西合璧 但是如果某些情况都会分开 现时亚博管其中三个区域交给内地援港 医疗团队管理 他们负责寻访和为病人提供诊治 如果有复杂或特别的病例 他们会在这个医生工作台 进行两地交流和讨论 第五波疫情期间 多加安劳院舍爆疫 他建议院舍要加强闭环管理 也应该被中医在早期介入 防止患者发展为重症 他期望建立制度 被通过考核的中医参与住院、危重、传染病等病人的诊疗 提高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无线电视记者张敏恩报道 台湾新增6295宗本土确诊在床新高 新增的个案遍布全台 其中新北市占超过2000宗 台北桃源也分别增加超过1000宗 而密切接触者要接受三日居家隔离 以及四日自主防疫的新措施首日实施 当局今天再调整细节 除消第三日居家隔离要做快速测试的规定 但是自主防疫期间 必须快速测试阴性之后才可以外出工作 和买生活必需品 全程要戴口罩 上海大规模分区风控进行全民检测 至今已接近一个月 又由当地返港的香港人说 过程大致顺利 无日无之的闭环 日复一夜的检测 在上海的香港人经历了非比尋常的一个月 本身是选委的姚祖辉 一前由上海回来香港 准备下个月在特首选举投票 由于他在普西长陵区居住的小区 从来都没有出现确诊个案 现在已经列为防范区 他可以申请回港医 但出上海记先要过三关 先向居委会申请出去做核酸检测 然后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再预订特别的士去到机场 过往300元人民币的车程 现在要900元 沿途有工作人员 检查核酸检测和机票记录 都是大致上顺利 这些机票是买到的 有机会的 做一个48小时核酸检测 交通工具去机场 对我来说这三件事是可以控制的 用了个几小时就去到机场 随时和过往差不多 分别最大的是机场的人潮 比以往少了九成半 疫情之前每日有20班航班 来往上海和香港 现在每日只剩下三班 机场高也只有三分之一 姚祖辉计划7月后再回上海 又认为社会对于上海有误解 在上海我们会看到有些外籍人士 会离开 但我看不到 我想上海说会大部分人都想走 我想这是可能一个误解 但上海疫情持续 有住在大学宿舍的在户港生化 学校仍然实施严格的闭环管理 暂时未知何时能够回香港 无线电视机者中卓希报道 来香港支援的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 说亚博馆的年长新冠患者 经中医治疗之后 症状宣换得很快 又认为中医在香港制度上 要拆长松绑 提高中医的参与度 支援抗疫的中医团 来香港过几月 在亚博馆协助医新冠患者 有份领军的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 说近九成年总患者 较多出现三种病症 包括喉咙痛 食欲不振和便秘等等 有些病人副了十秒 十秒副到睡不睡就家了 死一两枝中药 他们缓假了百分之七八十 病人所以病人都很舒服 觉得哎呀 我吃了这种病 我可以睡觉了 而且那些痰化得很好 很多病人 气喘那些病人 死完三枝 三枝 五枝 从月来戒不了床的 就是躺在那里 在床吃东西都喘的 都可以下来坐 到外面走一步 涉及三百多人的中医团抵抗之后 张忠德说 厄博管用中药的范围大幅提升 减少超过七成的禁忌使用 亦都有管里面的本地中医师说 之前只可以视障会诊 现在可以直接接触确诊者 诊证用药会中西合璧 但若某些情况都会分开 因为这个抗变毒的药物 4月又在使用中 如果它用了抗变毒的期间 我们中药就暂时不用 比如下面有三碎 下面有十五功能碎器 下面很重要的呼吸碎器 或者非感染 第五波疫情期间 多加安路软石爆疫 他建议软石要加强闭环管理 亦应该被中医在总体介入 防止患者发展为重症 墙太多 绑住的东西太多 所以香港政府提出 有为中医拆墙 送绑 没有中医疑 他们只能在诊所看看 诊所看到病人 跟住院里的病人不一样 它怎样提高 怎样发挥作用 他期望建立制度 等通过口核的中医 参与住院危重 传染病等病的诊疗 提高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母线电视记者 陈坚报道 澳洲下个月举行大选 在野工党宣布竞选承诺 将增加对太平洋 赌国的外交援助预算 以应对中国在区内 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组理莫尼迅批评 工党不了解澳洲 在太平洋的挑战 距离澳洲大选 剩下不够一个月 临近澳洲的索罗门困岛 近日和中国签订安全协议 令到太平洋地区安全利益 成贵大选焦点议题 在野工党公布竞选成立 四年之内增拨5亿2500万澳元 扩大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援助 包括培训国防和安全人员 应对气候变化等等 以加强澳洲 在区内的外交战略联系 对抗北京在区内 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工党也提出 背全面改革太平洋地区 季节性劳工计划 也承诺增加对澳洲广播公司的资助 以拓大对太平洋地区的广播服务 竞逐连任的总理莫里信 星期二去到最近索罗门群岛的 昆斯兰北部拉票的时候 说工党的方案荒谬 认为反映在野党 不明白澳洲在太平洋 面对的挑战有多大 莫里信处理中所签订协议的手法 遭到外界以至是同属自由党的 前总理特殷部已批评 认为是外交政策一大失误 质疑莫里信和外长佩恩 要为中所签订协议负责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支持莫里信做总理的受访者 有46% 上升两个百分点 领先对手 工党领袖艾巴尼斯 9个百分点 但工党在两大政党优先选票里面 以百分之53领先执政联盟的百分之47 显示工党有机会赢得获惠多数移植 毛泉电视记者叶正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